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对于紧绷神经的考生来说 该如何在最后关头克服心理上的焦虑 顺利度过这个人生重要的时刻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分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呢,我们用一句俗话说 他就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 那在这里呢,安安老师也要鼓励这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 你们要有一种心态,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就只跟自己比就好了 你们得来的每一分,每一天的进步都要懂得去感恩 都要觉得今天比昨天更好了,我更多懂了一些 就用这样子正面的心情去执行你可以达到的这一些计划 用一种我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我今天比昨天变得更好的信念去参加考试 那么相信你的积极正面也会为你带来和平常很不一样的成绩 那么第二种考生 安安老师叫他是平时有烧香,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焦虑的这一种人 也就是说其实他的准备是充足的 但是他仍然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就要学习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去察觉 你的焦虑紧张背后是不是有很多负面的念头 比如说你可以问自己 我每天都有在看书 准备也算是充分 为什么我还是会感觉这么焦虑跟紧张 也许你会发现在这个问题的背后 你存有一些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就是让你紧张的因素 比如说 我很怕考试考不好 如果那一天出的题目是刚好我不会的 那我就考差了 那我就完蛋了 然后你就要再问自己 那完蛋了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 去探究那个内在最核心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当你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想法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而不是事实 当你能够认清这一点的时候 那么当焦虑的感觉又来临 害怕的感觉又来临的时候 你会用一个更贴近事实的想法告诉自己说 嗯 这些只是我的想象 当你知道这些只是想象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注意力从你的想象当中移开 将专注力转回到你当下 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第三种人 那就是临场表现非常容易紧张的人 我们该怎么样来应付这样子的情形呢 当然老师要说你们要在考前就常常给自己心理建设 就是这些可能出现的一些身理上 心理上或者是这个认知上的这一些所谓的压力症状 你给自己一些这种正面的暗示 那么相信你在写考卷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流畅很顺利 让这些压力所造成的身心症状 不再是困扰你的绊脚石 而是成为帮助你前进的垫脚石